錢志健先生在《大紀元新聞網》有一個專欄叫《我手寫我心》 這個星期的題目是《股流投資低買高賣》 過往的投資模式是否就是一成不變呢? 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日前說 必須壓抑通脹 加息週期仍然持續 這對定息投資相對有利 上世紀80年代初期 一些有錢的中產經歷了食息都可以安享晚年的好年華 加拿大的銀行收息股 我去是一些投資者的寵意 沒有像美國投資次暗市場 需要美國政府挽救 任何投資自己必須落力研究 加密貨幣投機炒賣 某程度上因為FTX交易平台的倒閉 這個市場跌得一波滾 當你去到一些地方 一些機器可以買到Bitcoin 但入得不出 再變回實質貨幣卻相對困難 這個不是一般投資者的那杯茶 Coinbase宣布大財源 現在的說法是虛擬貨幣 這個asset class太弱流強 但不者真的看不通 仍然是那句老話 遠離一些自己不明白的business model 科技股是極為波幅的股票類別 PE值高的股票在公司還有前途時 甚至去到100倍PE股價都可以上升 直至商業模式已經屬於飛高增長 股價可以急速下跌 股市當然可以是人為 報復式買賣 我們也曾經見過 CNBC財經頻道也報導過 N次一些世價股或大籃籌股票 有新消息時可能引致炒賣活動 我們稱它為in play 自家哥波幅指數 VIX其子或其權 在專業投資者的領域 確實可以用來對沖正股的波幅 在專業投資者的領域 VIX每一次大點升跌 代表1000美元 普通投資者落著10張 已經可以很大上落 普通人可以上cboe.com 了解多一些VIX的操作辦法 在這裡補充一句 衍生工具用作投機的 除非是專業投資者 個別人士落重著參與 多數稅收尾 真是無需強求 在政治動盪的時候 老牌投資者都會看錯 當你看到市場上 一些地產資深投資者 不斷在地產上沽貨套現 這是亂世對沖的方法之一 你可能有一萬個理由買樓自住 但正如1950年的上海 實業家幾經間新移居香港 大部分都是放棄家產 從零開始 來到英國殖民地管治下的香港 很淺意的道理 就算一無所有 他們看到當時的香港 就是有著希望 最後在新香港下 當我們看到一傳媒急速被停牌 完全屬於政治事件 已經令國際投資者明白 香港不是冒險家的樂園 國安法下很多事情可以特事特辦 包括凍結資產扣留你的護照 恐嚇 真的人身扣留 這種大環境下 令人想起中共的大躍進 文化大革命等 再遠的不說了 馬雲是黨員 現在真是錢歸還於黨 雖然不算是清零 但你從有到沒有 更看到當中的政治暴力 令人不寒而律 作詞文 詞文